近日,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北京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即将过去的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过去的70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的40年间,中国通过自身的发展和成就赢得了世界的认可和尊重。 盘基文表示,过去的100年,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全球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革命性变革。 在国际社会经历百年变革的过程中,中国肩负其更广泛的责任,发挥了其特有的影响力。 一位好例子可以是一个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为了很多国家的开放。 中国最近建立了一个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中国在务力下的开放选择,是专业的开放选择。 作为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 潘基文高度赞赏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支持 他表示没有中国的权力支持 其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可能很难完成预期的全球发展愿景 潘基文指出 按照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愿景 到2030年全球将没有人再忍受饥饿和贫穷 所有儿童都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我相信中国是世界最初的国家 尤其是在遇到的目标 遇到民主的民主 探及全球青年的培育工作时 潘基文也在镜头前寄予中国青年 首先,他们必须非常羨慕 他们必须得非常羨慕 成为中国租赛 我求求年轻人 要成为核心 要有高预期的目标 在你的生活 to achieve it that means you should have passion without passion and energy you cannot achieve anything however ideal goals one may have at the same time you should have compassion looking beyond China look for what you can do for other people when passion and compassion work together you can be a global citizen 无论是作为联合国秘书长 还是退休后 推动少年儿童和妇女的教育 一直是潘基文关注的重点之一 采访中他呼吁各国政府 商界和民间领袖 因尽一切所能为青年赋能